JSM2017 MCO份卷第九題 這條題目裏提到有一支棒 亦是我們這題題目的主角 有四個力作用在它上高 分別向上 主角是一支棒 一個F1 一個F2 向下 一個是2F 一個是2F 一個是3F 同學 我們說通常這類型的問題 我們是需要用兩個原則去處理 現在他問是問什麼呢 他就想問F1和F2的比例是多少 F1和F2的比例 第一個我們要知道的 我們就說根據牛頓運動第一定律 所謂一個叫平衡狀態 你看回你的參考答案 我們要完成這類型的問題 其實通常要插兩個段落 第一個段落就是用牛頓運動定律 因為它是一支棒本身不動 即是靜子 靜子的時候 其實就告訴我們 靜力等於0 靜力等於0 其實就是兩個向上的力 和兩個向下的力 是抵消 就等於5F 這裏就會出到第一條式 然後 其實 即使是這些棒不傾側 第二個問題 就是力拒平衡的問題 即是說你選其中一點是轉點 行不行 我怎知道選哪點 如果是一個平衡狀態 你選哪點都行 但當然是做最小事最好 所以我們一定會選 要不就是這點 要不就是這點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選那點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考慮 作用在那點上的力 如果你考慮 當這是一個支點 你這個力 是不會令它轉的 你就可以考慮少一點 所以通常 你一是可以考慮這點 一是考慮這點 原因是因為要懶 但要想少一個力 造成的力拒 所以我們就選 舉個例 在這個Case 我們選 O1 選這邊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這支棒上高 就是剩下一個2F 一個3F 和一個F2 如果你考慮這點的時候 我們逐個來想 我們先由2F開始想 如果你考慮這點的時候 這一個 就是一個逆時針的力拒 這一個 亦都是一個逆時針的力拒 兩個逆 而這一個 就是一個順時針的力拒 這個3F 這個就是順時針的力拒 我們就說 如果它達節力的平衡 就是順時針的力拒 要等於逆時針的力拒 那麼順 只有這個 所以就是3F 這個力 乘以它與轉軸之間的距離 而這個距離就是2米 因為這是1米 2米 3米 所以就是3F乘以2 逆時針的力拒 有兩個 這兩個 所以就是2F乘以1 和這個F乘以1 好了 因為F乘以1 是一個常數 F乘以2才是變數 那麼你這樣砌一砌 之後 這裏變成6F 這裏變成2F 那就會變成F乘以4F 而剛才做過F乘以1加F乘以5F 所以F乘以1就是1個F乘以1 所以題目要求的F1比F2 其實就是1個F乘以4個F 那就是說 其實就是1比4 1比4 OK